根据这个大数据关键引擎 不得了 戴姿瓶这13个字 真的动摇果本 昨天中午IG上才发文 他进一场 而且他也没有骂 他只是想念 他也没有抱怨 都没有 然后呢怎样 当天晚上8点 创下了声量高峰 13853笔 半日累积了 73612笔 当天最红的这个话题人物 然后5个小时之内 有没有 从蔡英文书那张劈啪 全部道歉 然后一位官员口头请辞 你就知道戴姿瓶的威力 有多大 当然了 网络温度计的热度 大家也窜起来 好声量 坏声量不管它 反正就窜起来 那今天有个案外案 我觉得非常有趣 我们先来谈一下 就是便当 大家觉得你看到 座位也不理想嘛 对不对 然后住的也不理想嘛 那便当 便当很棒哦 一到戴姿瓶 不是PO出这个便当吗 当然你也听得懂 他讲的话啦 他也不是抱怨 他也没有赞美 但是感觉上 我觉得其实他应该想的是 这是给我们运动员吃的吗 便当好不好吃 贵不贵是另外一回事 但他们是要比赛的这些人 他们的营养 他们的各方面应该是 另外去思考 所以王子维呢 爱之晒出了这个便当 然后王浩伟的脸书呢 这是带风向还是怎样 大家马上去爬梳嘛 爬梳到这个便当呢 好像很高级哦 是一家这个饭店哦 然后你看到金额多少 108000元日币哦 台币的话大概差不多2700左右 然后我们的谢翔琴就立刻说 便当呢大家好厉害 便当真的是由大仓饭店所制作 菜色有鱼有肉有菜 当然也有甜点 选手们呢可以选择性的吃 其实不是要求全部吃完哦 不过王定宇这个po文 他是紧接着这样po嘛 就把这个价格po出来 价格po出来什么意思 我们对这个选手真的很好很好 你看到吃这个便当哦 2700块钱的便当 当然啦细心的网友再去爬梳 他的这个画面 跟真正王子维的这个画面 看起来不太一样 两个不是同一个便当吧 这边三格 这边只有两格 总共四格 这边是五格 看起来不太一样哦 但不管如何 好了我第一个先请教一下 这个王理事长王医师嘛 你先仔细来看一下 这个画面给选手吃适不适合 他光淀粉三大块 这个应该是日本 我不知道是不是抹茶蛋糕 这是一个餐包嘛 应该是两个餐包 这个呢应该是个烤鲁鱼 或是烤鲸鱼 我今天有仔细看 这个呢应该是一小块鲁鱼 然后呢有午餐肉 然后有一点点的青菜 我们先从这个比赛的选手 他们所需要的营养 你来评估一下 这个如果我吃的话 一定吃不饱的 我们这选手就是要吃饱的 人家欣赏你说 没有要一定要吃完 不是不是 他这个运动员就是要吃饱 他这个 你一个2700 2700这个价钱 没有办法让我吃饱的 我到日本去玩的时候 最痛苦就是这种事情 2700是台币耶 对啊对啊 不是日币耶 台币哦台币哦 这个其实我去日本玩的时候 我最痛苦的就是吃东西 最痛苦 这个东西看起来每个都吃不饱啊 你知道怎么办呢 那我这个人是要干脑力活的人啊 所以我在台湾很少吃日本料理 你也不好意思吃两份 你知道两份有两份价钱啊 我就不敢吃这个东西啊 所以每次吃一份的时候都不够饱 所以其实这个对运动员来讲的话 吃饱是最重要的 然后这个饮食的时候 你也千万不要吃当地的饮食 希望能够吃运动员熟悉的饮食 这个比较重要一点 因为都要保持他的体力 所以人家在很多国家的运动选手 到国外去比赛的时候 他们都自己带厨子啊 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个样子 所以不是说你到日本的时候 受日本食物这样一搞下去 你体力搞不好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发言说 这个餐是不适合的 这个是很正确的 这是站在运动员的角色去看 不是站在一个观光客角度去看 观光客当然在吃新鲜可以啊 你这样吃一次没问题 可是运动员是要吃体力的 是要吃出成绩的 你不能吃这种东西的 王理事长讲得很对啊 第一个连吃饱的基本需求 感觉上都没有 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男生 可能食量大 真的吃不太饱 而且这个里面 很多人都讲淀粉太多 我们看一下网友 今天这个便当题 在网上超热门 大家都在讲 重点是不太健康 这样要2700正风不用茶吗 说实在的我刚刚就讲 我们对我们的选手好是OK的 吃500的便当 800的便当 我觉得还在OK范围当中 但如果一个便当要搞到2700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超过了 这种垃圾要2700盘子真好当 日本便当 便当真盘 官员吃啥呢 垃圾民退党 那官员呢 昨晚吃的便当 可不可以上传来给大家参观一下 结果是便当 骗鬼2700 还有一张对不对 选手不是吃价格 这个你不懂吗 官员一定吃得更好 是盘子啊 是不是很贵 所以要吃适合的 不是吃贵的就好 陳时中的话 不要太不满 以为每个人都跟高官一样 想吃贵的吗 那个便当绝对没有2700 你当大家没有去过吗 选手要吃选手专用餐 跟理事长讲的一样 官员才是吃高价餐盒 没有请你吃盒食就不错了 还嫌 好我们回到那张 但是我们必须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选手吃的是不是真的是 2700的王浩宇PO的便当 不知道 王浩宇感觉上只是在带风向 把价格PO出来 告诉你我们对选手多好 然后谢长廷也是 接着也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只是告诉大家 确实是由大仓饭店所制售 然后里面有多好多好多好的一个概念 韩濱你怎么看待这个套路啊 我老实讲啊 谢长廷站在一个驻日代表的身份 如果说他想要款待一下 那因为选手人数有很多 也不能群聚 那就买一个好一点的便当给他 心意本身我可以理解 可是他说的最后那句话 我听不懂 什么叫 我不会要求你们全部都要吃完 你本来就不能要求 我们今天讨论好久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他说他准备得很丰盛 多到你会吃不完 我看人家根本吃不够啊 这是A权式 B权式就是因为很多人 咸淀粉太多嘛 你不要你就不要吃完 是要你吃完 我老实讲我看到这种便当 以我的个性我是有点痘痛啊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咸跟甜的放在一起吃 我觉得很奇怪 不要太不满 对 那我再来呢 我比较讲 问题是这个不应该是 选手真正的食物 你知道你说谢长廷可以有诚意 他花助力代表出了钱 宴请他们OK的 就是帮他们买个便当 算是一个伴手礼都OK的 可是正常来说 奥运代表队要他们自己 准备的食物 对 这个应该只是给他当点心 好玩吃的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所以到底他们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食物 有没有营养师 有没有厨师陪同 有没有人去帮他们打点 真正的食物 名单当中看起来是没有 体育书有讲旁边有超市 很方便 肚子饿可以自己去买 然后我要提醒一下谢代表 你说这里头有鱼有肉 很丰盛 我必须讲 其实正常来说 在比赛前夕 尤其在日本 因为日本很多东西是生死 特别鱼的最好少吃 这边应该就是烟蒙嘛 就应该是有烟熏锅 因为如果是一些 比较深的东西 万一选手拉肚子怎么办 所以这种东西 何必去冒这种险的 然后再来第二个 王浩宇故意去po那个东西 大商九盒 当然九盒确实有那么贵的便当 10800块日币的便当 可是根本就不是那个 一看就知道 王浩宇的眼睛是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长得完全不一样 一个四个一个五个 里头猜测完全不同 这两个为什么是一样的东西 你骗谁啊 然后讲 后来王浩宇听说好像有 好像有改 好像有把价钱降低了 我不知道 这跟刷屏价是一样的概念吗 就先随便找一个 然后凹不过的时候再随便改一改回来嘛 我估计这个便当也不便宜啦 不便宜啦 我估计大概要差不多1000块台币左右 我估计有可能 这样2000块喔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日本这100就贵 那尤其是知名饭店出来的 可能就更贵 但绝对不会到2700块那个价钱 那个太夸张 但是选手吃的官员吃什么好想看 官员才不吃便当了 官员人家是真的吃你 日本料理 官员他们住的房间是18坪一间 18坪一间里头有厨房 还有餐桌 他们可以直接叫外卖啊 或者其他东西直接在里头吃 吃的比选手好多啦 所以老实讲官员你们要去误这些东西 那是你家的事我会管不了 但是说真的选手现在最重要 就保持身体健康 让他的运动能够打到电风状态 所以要慎重对他们的隐私 绝对不是这样去乱搞的 那其实我另外看到一个资讯就是 他们去帮这些选手租了这些饭店啊 什么东西啊 光是一个羽球队 一个射击队这两个 总共38间房间花了900万 平均一间一天要1万多块钱 你可以在自己租那个房间 一天算要1万多块钱吗 不可能吧 那个我觉得大概1千多块 大概1千5吧 所以这中间账到底怎么报了 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算一算 民音苏伊丰他过去发布了很多言论 他也曾经被网军围剿过 所以他很懂 他说戴志颖的IG现在被出征了 他就发现里面有个账号很熟悉 现在大家都很内行 反而走过必留下痕迹 像许小新超会爬梳有没有 请不要骚扰比赛选手 人家在比赛 让大家专心比赛好吗 怎么样骚扰呢 你看有网友在戴志颖的IG上写说 那应该让你做机长室才对 还有人说什么呢 做个经济舱你就不能打球了吗 还有人说完蛋了 方丈为人很小心眼 没拿金牌 你回国小心要被酸爆了 真的现在有人在担心 戴志颖万一这是晨曦不理想 呸呸呸呸呸 我觉得最好不要乌鸦嘴 万一的话他回来会遭受一个什么样的待遇 然后呢另外一个风向就是 一个名嘴温朗东嘛 他就公布了截图 惊爆这个总理对蔡成威有多烂 据说呢在一个资深体育记者的群组当中 这群组很大超过了200人 消息传出之后呢 大家都在冷嘲热讽嘛 就说哎呀什么戴志颖又在抱怨啦 什么抱怨旅馆啦 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还有人就是开酸嘛 就说那没有关系啊 你就抱一架飞机 把里面全部改成商户舱就好了等等之类的 然后蔡成威呢就不带好气的说 这些选手叫他们自己走好了 走丢了确诊的话自己活该啊等等 这些讯息还包括了 玉敏讲的没有错 包括周玉寇 时事评论很犀利 但他有对准体育署吗 有对准蔡英文要兑现诺言吗 蔡英文不守承诺吗 没有 讲的是中华奥会主席真是混蛋 这种标题媒体很喜欢嘛 就会引用 所以我们看到王军现在出征谁呢 出征戴志颖 出征中华奥会 还有把一些人抓出来鞭打 林宏道啊 还有蔡成威啊等等 你怎么看 对我觉得我刚刚已经讲过 其实你看像周玉寇这样的人 他就是帮民进党当他的侧翼嘛 然后出来带风向的嘛 所以你看他的剑法 一剑射过去就是谁 中华奥会主席啊 你该死你混蛋啊 就是把这个 而且他这个动作是要做什么 把所有绿营的这一些侧翼 这些1450 把他的火力全部导向这边来 所以你可以观察啊 就是从昨天到现在 从今天开始那个风向变了 绿营人士开始去传一份名单 就检讨中华奥会里面 到底有哪些人 然后他还去批评林宏道过去 有一些什么 可能他这个商欲有不良的记录等等 就是要斗臭斗黑斗垮 他们现在是用斗争的手段 要斗垮中华奥会 那我只是要问民进党的人士啊 你现在不好好检讨政府 不督促政府 包括在野党 时代力量的那几个立委 他现在也配合 就是整个要来攻中华奥会 今天出错的是谁啊 大家刚刚前面的公文 有没有看清楚 所有国际的这些赛事 编预算的是谁 是我们教育部 是我们的官署 是我们的体育署啊 他自己要先编这个预算 然后他才委托中华奥会去执行 今天出了错 自己不想扛折 然后现在绿营的策意网军 全部出笼 就是要轟爆中华奥会 这样子合理吗 你如果你们这些人说要检讨 好同时都检讨 这个大家可以接受 但是最上面的那一个 有权力的编预算 的这个公部门 你一字都不敢提 然后直接攻中华奥会 请问你想要带什么样的风向 而且坦白讲 是因为这个林宏道 有帮柯文哲吗 我们看到他是凯撒饭店董事长 凯撒饭店现在做防疫嘛 有人这样一路这样牵过去 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 所以开始 绿营集体带风向要攻林宏道 然后让大家忘了体育署 忘了教育部吗 那如果是因为这样 就更不应该了 一码归一码 这件事情有这么难吗 今天戴智颖他会发这个文 就是因为你蔡总统 的确没有遵守承诺嘛 你之前给选手一个希望说 上飞机大家会觉得是 很舒适的商务舱 结果看去 当然经济舱就是傻眼嘛 而且你事先连沟通 说明都没有哦 连戴智颖的爸爸都这样子认为哦 那今天错错在哪里 就是你政府啊 结果你现在 要拿中华奥会的主席来开刀 这个真的是有够恶劣 有够恶职 然后把它牵扯到 如果被大家解读成说 因为政治上他是站在谁 那旁边的话 然后你们就这样子攻击 那不是显得你们更卑劣吗 就是只是因为跟你不同道 如果今天南部省 今天中华奥会主席 如果是挺民进党的 你们就不敢就责吗 那你还要拿谁来开刀呢 拿一个就是你最好是 很中立的人 然后就是我就往你身上射箭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真的是离谱至极哦 这些侧义们 这些名嘴们 你要评论 你就维持你一个媒体人 该有的中立的评论 但你不是嘛 你沦为网军侧义 然后去批评这个中华奥会 对于蔡总统 对于苏贞昌 对于教育部 你知智未提